新北市在一整天在驗施有97例 所以整个确诊的数目不断的在上升 尤其我们板桥区今天就有32例的确诊个案 所以为了提升我们的筛检量能 在新北联合医院板桥驗区 我们要设立社区的筛检站 整个我们高三国九因为课程已结束 为了维护学生的健康 新北市至5月17日 星期一开始高三跟国九的学生 在家不到校改采线上学习方式 在疫情非常严禁的时刻当中 我们大家要决心决力地面对防疫 为了盘点我们整个18家急救责任医院 在这一波疫情高峰时候 如何来做好应用 除了在前两天我们已经盘点过 我们今天特别再请所有的院长到新北市 就所有的医疗量能再三地来做一个确认 我们在第三期警戒升级以后 我们要征用医院病房 征用后颜专责病房 我们走后在第一阶段 可以收治病室 是提升到656床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除了第一个阶段提升到656个病床 为了应用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新北市 刚刚CDC的公布 新北市在一整天在验尸有97例 所以整个确认的数目不断的在上升 尤其我们板桥区 今天就有32例的确认个案 所以为了提升我们的筛检量能 在新北联合医院板桥宴区 我们要设立这期的筛检站 这里面我们也会快筛 来降低社区群境感染的风险 防堵疫情的扩散 在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全力领复 因为我们也自己盘点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5月10号到5月15日 这6天的时间 我们新北市有16家的医院 在筛检风险高 以及一般智慧来筛检的 我们总共筛检了3291件 总共筛出来 阳性的有121人确诊 所以确诊率是3.67 但这3.67不是一般民众 每一个都来自备筛检 还包括我们自己 荒面的高危险风险的 这些必须裁检的个案 所以我们裁检率3.67 所以我们针对这一次确诊 比较多的像今天公布的 阳桥区 特别在明天周五会成立社区筛检站 地点在我们的板桥宴区 同时今天也跟各院长讨论 为了让病床除了原有的专责病床 以清空的方式来提升灵量以外 我们必须把一些可收治无症状及轻症病患 本来也有的在医院的病床室 我们要开始用集中检疫所的方式来应用 调整病床 减少医院的压力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到一间集中检疫所 来作为我们应用的这个所有的轻症跟收治无症状的确诊病患 我们总共有180间的房间可以来做无症状及轻症病患 到时候我们会指派医疗团队进入来照顾这些收治无症状跟轻症的病患 至于因为居家隔离数目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同时也增加了防疫旅馆403间的房间 来收治居家隔离的病患 居家隔离的朋友们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除了应用所有的责任意愿所提出来的需求以外 最主要的是我们增加集中检疫所180个房间 以及增加隔离房移旅馆403间 我们今天教育局跟台北市的教育局也互相的来做一个讨论 因为张北学校其实比起都是相连的 所以两次讨论以后就决定了我们高三国九 因为课程已结束 为了维护学生的健康 新北市至5月17日 星期一开始高三跟国九的学生 在家不到校改采线上学习方式 有关课程跟平良的方式 授权学校以弹性兜元的方式来做处理 这个部分我们跟台北市会共同宣布 所以这个是我们两边的教育局的局长 以及两次的市长 大家共同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这个是我们今天开位比较重大的决定 在这里给所有的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 至于我们新北市在这段时间里面 尤其这两天 我们特别在盘点 我们有11个急促再度的盘点 我们再度关闭23列的场馆 总计关闭了317处 这些诸信我们会随时挖掘给我们的市民朋友知道 这是我们这两天应用升级到三级警戒 所有的场馆都关了317个地方 这里特别跟市民朋友来做一个说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重要开会的一些节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